暴露和对比是检查骨壳病人的重要方法 因此颈部检查时的基本要求是 患者脱去上衣 显露颈、肩及背部 多采取端座位 头部放正、下颌内收 两目平视、双臂下垂 这样不仅可以看清颈部的全貌 还可以观察颈部与胸部的关系 检查应在光线充足的诊室内进行 按照望、触、动、特殊检查的顺序进行检查 首先,望诊是医生对患者进行检查的第一步 也是非常重要的开始 我们中医里有于大家非常熟悉的话 望而知之、未知神 说明了望诊的重要性 颈部的望诊主要涉及对颈部的皮肤 生理忽度及姿态的检查 首先,对颈部皮肤进行观察 注意有没有斑痕、痘道、浓肿 看颈部两侧的软组织 有没有局限性的症状 检查完皮肤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颈椎的生理曲度 正常情况下 从前后方来看颈椎是直立的 从侧方来看颈椎是微微向前凸起的 很多因素可以导致颈部的生理曲度发生改变 比如长时间的低头、看书、玩手机等 因此我们重点是看颈部的生理曲度是否存在 有没有平直或厚凸、侧弯、扭转等畸形 颈部的肌肉或骨骼发生病变之后 往往都会影响到头颈部的姿态 出现头颈部向一侧偏弯 胸缩乳突肌的软缩 两侧肩部不等高等 大家注意看图中的患者 我们可以发现患者头部是向右侧倾斜 两侧的脸颊一大一小 右侧的胸缩乳突肌成紧张的调锁状隆起 这是一个先天性血颈的患者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患者 大家是否发现患者表现为什么 垂头、驼背、颈部非常的僵硬 这是一粒强持性脊柱炎患者的颈部 强持性脊柱炎的患者不仅看上去颈部是非常僵硬的 其实他的颈部活动范围也是明显减少的 如果我们在身后看他 他是不能够通过回头的方式来回答我们 而是要干什么呢 转动整个身体往后才能够看到后面的人 好 现在我们来学习处诊的内容 确定颈部的击凸连线及颈椎的定位 是处诊检查的第一步 检查者站在患者的后方正中 右手的拇指自上而下触及颈突 以确定其有没有偏移、后突及其顺序数 具体的做法是 使患者的颈部略前驱 检查者用左手掌拖住患者的前额部 右手拇指先触及颈外隆突 沿此向下可以触及一个凹陷 再往下的话就可以摸到第二颈椎击突了 以此作为定位 因为第二颈椎击突相对来说比较大 末端呈分叉状 受弱者低头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它 隆起在颈部的上段 容易触摸得清楚 并且定位准确 然后按照这个顺序向下触摸 第三、第四、第五的击突比较小 不容易触摸清楚 尤其是第四颈椎击突 最不容易触摸清楚 而第六和第七颈椎击突长成什么 分叉状 击突比较长 容易触摸清楚 注意 在颈部曲曲的时候 从颈椎下段后侧触疹的时候 触到最高凸体的部位 有可能不是第七颈椎击突 而是第一胸椎击突 那么如何区分第一胸椎击突 与第七胸椎击突呢 因为第七颈椎击突的活动比较大 因此在区区的时候会向前移动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动作来进行区分 当击突发生骨折的时候 常常可以触及到断裂和浮动的击突 而颈椎有骨折脱位的患者呢 就可以触及到击突之间连续性的中断 或者是台阶样的改变 初诊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呢 是寻找压痛点 首先寻找压痛点的位置 压痛点是在击突的中央还是两侧 然后由轻而重的测定压痛点 是在浅层还是深层 一般压痛多为脊上韧带和脊尖韧带 或者是皮下筋膜的疾患 脊上韧带炎或者击突滑囊炎的时候 则击突上有明显的浅压痛 如果患有脊椎体结合 骨折及脱位时 则有深压痛 对于颈椎后突畸形的病例 处诊的时候不宜用力过重 若压痛点在肌突的横突部位 则表示关节突有炎症或者是损伤 比如关节突关节的紊乱 微小错位等 通常以颈椎的二三四横突的压痛最为常见 若在肌突旁有压痛 同时向一侧上肢产生放射痛 作为颈椎病 颈部肌肉有压痛的时候 可以在相应的部位用拇指仔细的去揉按 注意能否触及节节或者是调索状的压痛点 那么如果能够触及的话呢 多为扭伤或者我们说的落枕等 若在肌肉或者肌膜内有广泛的压痛 则颈部肌肌膜炎的可能性比较大 同时的话呢 我们要注意左右对比 除了压痛之外 在颈部还会触及到增厚或者异常的组织 比如肿瘤患者可以摸到什么 痛性的肿块 头周X线片上我们可以看到 颈后部是高密度影 那是相韧带钙化 这种患者我们可以在颈椎基凸连线上触及什么 硬结或者是调索 以上是我们的处诊 现在我们来进行颈部的运动检查 为防止颈椎运动时 肩部及躯干发生待场运动 检查时要让患者坐正乘中立位 检查者要固定患者两侧肩部及躯干后 再让患者坐颈部各方向的运动 颈部的中立位为颈直立位 头向前下颌内收 这个体位正常情况下是什么 两眉尖 鼻尖和胸骨应该在一条垂直线上 通常我们的颈部左右摆动 转动灵活自如 颈椎多种疾患 像我们大家熟悉的颈椎病等 可以使颈椎活动范围减少 颈部的主要活动有 前驱、后身、侧弯和旋转 一、驱身运动 分为前驱和后身运动 先进行前驱运动的检查 让患者尽量前倾及头部 但是不要张口 正常情况下下颌可以触及胸骨饼 颈部的前驱约为35到45度 后身运动 做完前驱运动检查后 先让患者的颈部回到中滤位 然后让其头部后仰 双眼直视上空 正常时 鼻尖及额部可以在同一水平 颈部的皮肤皱壁 与整骨节节部位接近 后身可以达到35到45度 二、侧弯运动 让患者头部向侧方弯曲 耳朵向同侧的尖峰方向靠近 这时注意不要让患者的肩部抬起 正常情况下 我们头部侧弯的时候 耳朵可以接近肩部 正常左右侧弯可以达到45度 三、旋转运动 助患者头部向一侧旋转 注意这个时候患者的身体 是不可以一起旋转的 肩部是不可以抬起的 正常情况下下颌可以碰到肩部 并能够看到对侧 颈部的正常旋转范围左右均为60到80度 对怀疑有颈部骨折或脱位的病人 在进行运动功能检查的时候应该特别的小心 最好应该临时固定好头颈部 等候X线检查证明诊断以后再进行运动检查 下面我们开始学习颈部的特殊检查法 什么是特殊检查法呢 特殊检查法是以解剖、运动、力学等为基础 总结前人经验 通过固定的姿势和活动 来检查特定病损的一类目的明确的检查方法 颈部的特殊检查法主要有 追尖孔挤压实验及分离实验 闭同神经牵拉实验 吸气转头实验和前驱旋径实验 每个检查法都有其固定的检查姿势 其阳性结果代表着不同的病损 这部分的学习不但需要掌握每个实验的正确操作方法 还需要掌握每个实验阳性结果的意义 1. 追尖孔挤压实验 患者取座位 检查者立于患者身后 将患者的头转向患侧并掠后身 检查者双手的手指相互牵加扣压 以手掌面向下压患者的顶部 若患者出现颈部或者上肢的疼痛加重 甚至有放射痛即为阳性结果 往往提示神经根型的颈椎病 这时需要仔细询问患者的感觉 如果疼痛或者感觉异常向肩部或者上肢放射 可能表示颈椎的神经根受到刺激 若是在颈部出现固定部位的疼痛时 往往表示颈椎小关节的疾病 或者后侧颈椎结构的疾病 注意 对于颈椎椎管狭窄压缩性骨折的患者 这个实验检查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椎间孔挤压实验的机率是 侧弯并略厚身时椎间孔变小 而按压头部使椎间孔更窄 从而使颈神经根受压加重 症状更加明显 表现为疼痛或者是放射痛 二分离实验 患者取座位 检查者利于患者一侧 一手拖住患者的下颗部 另一手拖住枕部 双手同时用力逐渐向上牵引头部 如果患者感到颈部和上肢的疼痛减轻 即为本实验阳性 提示神经根型的颈椎病 该实验的机理正好与挤压实验相反 通过牵拉扩大椎间孔 颈神经根受压的情况得到了缓解 所有出现在颈部的上肢的疼痛 发生了减轻 三必从神经牵拉实验 患者取座位稍低头 检查者利于被检查侧 一手扶住该侧的头部 推头部向对侧 另一手握住患者的腕部 作相对牵引 如该侧上肢出现放射痛 则为阳性 往往提示颈椎病 此实验的机理 是使神经根受到牵拉 从而使患侧上肢出现 或者是加重放射性的窜痛 四 前驱旋颈实验 令患者颈部前驱 主其向左右旋转活动 如果颈部出现疼痛 则表明颈椎小关节有退行性改变 五 吸气转头实验 患者取座位 检查者用手指摸到患者的饶动脉 同时将其上肢外展 后伸并外旋 然后主患者伸吸气 并将头部的下颗转向患侧 若此时患者饶测的动脉搏动减弱 即为阳性 提示有静乐或前中斜脚肌蓝缩 然后再试一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